今天我们掐指一算 那么手上这么多 实际上这是最基础最简单的一些 它这个里面包含了三套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 不要急 一下摘出来就好了 那么子 在这个位置 指节 子 丑 银 这是十二地支 某 臣 四 五 贵 深 上面四个 也是指节 因为写不下了 是为偏向指度 有 虚 害 那么十二地支 这个就完了 你当然也可以掐到这个 不是指节 下面的指度 这样来掐 也可以 但是实际上 就是我们所谓节 就是一个点 这个点 更形象于 类象于 我们这个事情 那以此呢 万物类象 我们这样 才更准确 当然你可以自己 一开始我是掐指度的 那么后来想改啊 好久才习惯改得过来 那四二地支之后 就是十天干 因为十天干只有十个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后说天干 那么这个地方是甲 你看地支这是银 那么银是木 甲也是木 都是最旺的时候 甲乙 然后饼 在这儿 丁 看到了 物 吉 到这儿 就分了 你可以 两种说法 直接三个手指头就够用 那么 更 心 人 鬼 十个 刚好一圈 那么你要如果掐到这儿呢 更 心 人 鬼 基本上 也能对得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更啊 跟身 他都主 金的 妄为 那么 心 只是往这边缩了一下 那么缩了一下呢 就是说这个子 就没有了 就只是到害 那害当然谁也忘 你可以 这样 这两个就叫子丑 就叫空亡了 那么从甲银开始 一谋 这样 你说这样对上的话 这个丙 就对不上了 丁 还是 旺的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这个 纳阴 就是天干地 是一结合 那个丙 尘 它是 沙中土 丁寺是沙中土 那么物 五 几位 才是天上火 刚好到这个两个地方 它的属性 一组合 变成了火 那么 所以说这样话 还是很有道理的 然后 这个 我们记下了之后 还有 就是我们八卦的掌觉 八卦掌觉 就不用 因为它指五个宫位 五个区域 大的区域 它就不是一个点 一条线了 那我们就画在指度 一数坎西 二数坤 三振 四训 数中分 无忌中公 六前世 七对 八根 九历门 就这些字 只用三个手指头 我们 当然 这是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也可以 那就是 前 往这边 对 离 阵 然后中间 太极下来 训 砍 耿 坤 也可以用 我们常掐 这个手指接 主要是指接 还有养生的功能 所以我们 经常去练一练 这个 当然 我们是 讲学 实际上 你出去给人算的时候 你要这样 那让人笑话的 那我们下节课继续 更深入的 教大家怎么算 有很多其他的